接下來我們來訪問下一位學員叫張士菲 他有兩件作品 第一個作品 《2.5郎》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這件是第一件在工坊的第一件作品 那《2.5郎》的取名就是那陣子是空屋PM2.5的這個疫情這樣 然後其實我這個頭冒煙然後跟流鼻氣 好像我們人吸了掌控器流出來 然後從頭頂排出去 然後他又好像是一個煙囪一樣 就是有呼應那陣子剛好中國正在火紅波的那個窮頂之下 PM2.5 那這個人為什麼是兩個臉連在一起的 剛開始我這個臉是比較直覺性的 就是可能有反映到我那時候 因為我是辭職特地來學 然後在我的整個生涯規劃裡面 在這邊是一個轉折 然後算有一點 怎麼說獨播 或者是說 就是呼應你那時候的心境 辭職去從事這個木雕創作學習 所以你覺得有點像 你的心情是切兩半的 然後你的臉好像也是分開的 有點害怕 有點在拉扯這樣 人生的十字路 不曉得往左往右這樣 對 那你覺得你這個作品最難的部分是哪個部分 最難雕刻的地方 其實是 整個他的臉部的面向的那個角度 這個部分最難的 對 因為他有點 兩邊都是斜大概45度這樣 對 然後看起來又要把臉三個眼睛組合成 左右都可以看成一張臉的那種狀態 就是兩個臉在接的地方又是最難 要如何看到兩邊的臉 好像都可以各自獨立 我覺得是如果這一半的話 其他各是一個兩個獨立的臉 接下來第二件作品是 台北暢飲 這個就真的要請你來介紹 有點意象比較難體會 這個作品是我當初 就接下來的第二件作品 當然那個時候就是 全部以我自己的生活來發想 那這個部分那時候剛好遇到大缺水的狀態 那這是我自己洗澡的時候 就是我們去做省水嘛 就用一個大兩盆 然後上面的自己在沖水的時候就接著它 然後再沖馬桶就對了 對 回收嘛 然後因為又覺得說那時候很苦悶 那我就想說讓它加個挖鏡 好像人在裡面就是很 就是有被沖的那種狀態 但是好像又不是說感覺 實際在洗澡 對然後加上這個水瓢是飄浮在半空中 也想像說 希望可以天降甘霖的這種 這種意思 所以它是有一點苦中作樂 因為明明缺水它要省水 然後它又幻想 有挖鏡幻想在大海裡面 那你的名字又叫倡飲 如果水夠的話 可以盡量的喝這樣子 那整個創作多久 一個月 一個月 所以算是很快喔 算快 謝謝